乌江,吴渊不由一愣,能以一己之力胜过一支烈火仙军千人队,直接击杀仙将。 后鸣忍不住道,后锋前辈,您不是乌江,谁还能是乌将? 我还只是乌士。 吴渊摇头道,我乌族是以实力定高低,而非具体修为, 只是山河镜想要爆发出乌江战力,实在太难太难。 后拳的眼眸中满是崇拜之色,况且,后锋前辈, 你不只是爆发乌江实力,更是击杀了一位仙将。 越此大净杀敌,是整个荒谷大地的传说。 这般实力,在乌江中怕都属于较强的, 放在任何一个高等乌部中,都会被授予乌江封号的。 后拳无比郑重道,吴渊不由一笑。 整个荒谷大地的传说。 也对,放眼整个清零大界,这样的天才每个时代都会涌现一批, 但那是因大界浩瀚广阔,有数千万仙周。 若只将目光放在某一方仙周, 山河竟能击杀炼须径,足以成为传说。 因此,吴渊也懒得再争辩。 你们不必称呼我为前辈,我或许并不比你们大,说不定更小,才修炼一百多年。 吴渊微笑道,你们仍叫我后风兄弟吧。 什么?一百多年? 真的? 后拳,后名他们完全呆滞了,像他们六位巫师中最年轻的后拳也都修炼两百多年了, 还是天巫血脉加持的情况。 至于其他几位巫师,年龄最大的后名都修炼过前年了。 这是什么妖孽? 修炼一百多年,以巫师击杀仙将。 后名忍不住道,我荒谷巫族历史上,千万年来,有诞生过这样的天才吗? 好几位巫师都露出惊恶神色。 整个荒谷巫族历史,平日里,他们只是喝酒,修炼,巡视巫族疆域,哪里想过这些问题? 后风,兄弟。 后拳犹豫了下,忍不住道,你刚才施展出的是盗狱吧? 它是六位巫师中境界最高的,能稍稍看出来一些。 盗狱。 其他几位巫师都震惊看向吴渊? 嗯,算是吧。 吴渊点头,刚才显露的刀法,领域,威能都是基于星辰真意三重施展出来的。 等同于下位法则盗狱三重。 足以媲美地仙圆满的道之感悟。 吴渊想得很清楚,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慢慢渗透,千年,听起来多,实则也不多。 既要走超级天才的路,那就显露出些实力来。 双重盗狱。 吴渊暂时还不打算显露,那样的天才有些太过离谱。 现在,对于荒谷巫族来说,就数很妖孽了,真是盗狱。 巫匠们,最强的恐怕也就真意九重层次吧。 这,难怪能击杀仙将,媲美地乌的道之感悟。 这几位巫师已听得彻底呆滞,吴渊的天才程度,已然超出他们的理解范畴。 呼。 后风,兄弟。 后拳呼忍不住道,将来你恐怕会成为上巫的。 上巫。 吴渊不由一笑,没有太在意。 其他几位巫师心中却欲惊,上巫,已是整个荒谷世界的最巅峰强者。 刚才,破灭你祝福部落的那一支仙军,已尽数被后风前被击杀。 一位巫师飞身落下,低沉道,连为首的仙将都被击杀了。 你们的仇已得报。 接下来,耐心等待,会有乌江抵达,送来战船,将你们送往最近的火乌部落。 这位身材高大的巫师解释道,玄机不再多言。 仙将。 后风前辈,刚才孤身一人,击杀了仙将。 山谷间,那上千位祝福部落的普通乌人们,同样沸腾震惊,激动乃至是喜悦。 许多普通乌人,甚至是喜极而泣,哭泣了出来。 因为。 经过两位巫师的讲述,他们都已知晓,后风前辈,已经帮助他们报仇了。 注意,你听到了吗? 那兽医老者激动无比,眼眶微红,报仇了。 后风前辈帮我们报仇了,把那群仙族砸碎杀光了。 兽医老者低吼道,报仇了。 少女朱一寺有些傻愣愣的,眼眶同样微红,阿爹阿娘,族长爷爷,你们的仇,报了。 难怪这一路,后风前辈如此淡然,竟是如此实力,或许是一位巫匠乃至帝巫。 兽医老者郑重道,朱一,我们是没资格去感谢后风前辈了。 可将来,你修炼有所成,得向后风前辈报答这段恩情。 受医老者嘱托道,嗯,少女朱一的眸子望向虚空中那道背负战刀的魁梧身影, 有些不一样的光彩,后风前辈,土无一脉。 当吴渊,后鸣,后权他们等待时,聚焦站之地足足十亿里外。 这里,建立着一座直径超过三十万里的庞大城池, 正有来自各个种族的海量仙族修仙者们, 或是在建设城池,或是在交流切磋。 城池上方,有着一座悬浮宫殿, 宫殿四周,有着大批的仙军守卫,巡授着。 嗯,雨跃死了,一瞬间,整只仙军全部死光了。 宫殿尽头的御台上,正盘西坐着一位脸上有着鳞片, 投生两个龙脚的紫袍青年。 他猛然睁开了眼。 龙昌,作为仙庭镇守一方的帝仙, 全是套天,实力也极强, 都有资格直接见到帝君, 麾下更同领着大批仙军。 他麾下仙叫树亮,有数百位之多, 且随时间流逝,还会源源不断诞生。 陨落一个仙将,对他而言不算什么。 乌仙争霸,他这座仙城, 作为战场第一线,偶尔就会陨落仙将。 但他更在意的是宇悦仙将临死前传来的消息, 杀我者,乌士也,使刀法,吐乌一脉。 相隔十亿里,在传讯手段上, 仙族还是较为简陋的, 无法传递具体战斗影像。 生死片刻,时间太少, 能传递的文字讯息都很有限。 即便如此,这简单的讯息, 就足以让龙昌帝仙震惊。 这愉悦身死,他平日还算忠心, 况且他若想要仙族报仇, 不至于说谎。 龙昌帝仙迅速思索着, 一个乌士,就算是乌士巅峰修为, 成功击杀仙将。 是他孤身一人, 还是有其他乌将在一旁牵制? 即使有其他乌将牵制, 这个乌士能参与这一层次战斗, 实力恐怕也很恐怖, 绝对达到了乌将层次, 导致感悟定然极高。 龙昌帝仙暗道, 只要情报准确, 就说明此乌士有上乌之姿。 上乌? 对仙族而言, 乌族每诞生一位上乌都是天大的消息, 会影响两族战争走向。 只可惜, 不知道这个乌士的名字和具体部落, 只能确定是土乌一脉, 现在的秀为乌士。 龙昌帝仙微微摇头, 土乌? 最近的土乌高等部落, 就是后城部落了。 后城部落, 也是对他所建立龙昌仙城的最大威胁, 双方已交战许多次。 龙昌仙城也受到数次进攻。 嗯, 先通过暗子, 刺探下后城部落的情报。 不过, 我手中资源不够, 即使要提前杀死这种大威胁, 也轮不到我, 先上丙天柱山, 让上仙们定夺吧。 龙昌帝仙暗自嘀咕, 他虽修炼出了法身, 但一来, 整个荒谷世界法身修炼之法尚未完善, 他的法身实力仅有本尊三成。 第二, 已简陋的法身法门, 法身一旦陨落, 想再修炼出来, 至少要万年。 帝仙总共才多少寿元? 九万年罢了, 龙昌帝仙自然不愿冒险, 探查下情况, 再上报, 就尽到我的职责了。 龙昌帝仙暗道, 上仙管不管, 关我屁事。 天塌下来, 自然有帝君他们顶着, 山林间没有让吴渊他们后鸣等待太久, 不久之后就是两艘黑色的巫族战船, 滑坡重重气浪而来, 迅速落下, 数十道身影冲了下来, 大部分都是巫师, 为首的乃是一位气息颇为强大, 双臂上各自缠绕着黑色大蛇的光头老者。 后鸣, 后拳, 干得好。 人未知, 光头老者那如雷鸣般的声音, 就已响彻了这片山林。 后蛇乌叫, 蛇江, 后鸣, 后拳他们都颇为兴奋的, 笑着迎上了光头老者。 乌江, 圣御六众, 无缘感知到光头老者的气息上前了几步, 等待着, 很快, 后鸣, 后拳他们就簇拥着光头老者走向了吴渊, 至于其他数十位乌士, 则直接去帮助那上千名祝福部落普通乌人飞入战船中。 乌江, 这就是后风。 后拳主动介绍道, 他的实力非常可怕, 比部落传说中的一些爵士天才都要强。 乌江, 无缘, 无缘, 微微微恭身, 后风小友, 不必行礼, 你的事迹, 我都听后拳他们说了, 你的实力怕是比我更胜一筹。 光头老者, 笑呵呵, 走上前, 你给我行礼, 是折杀我了。 忽然, 原本缠绕在后舌乌江手臂的两条大蛇, 似乎感知到了什么恐怖之物, 猛然一缩舌头, 盯着无缘, 身躯都隐隐颤抖着。 这一幕, 不止众多乌士, 连后舌乌江都愣了下, 忍不住道, 后风小友, 你的本命乌兽也是强大的蛇类。 嗯, 无缘笑道, 让乌江见笑了, 小黑, 出来见一见同类。 咻, 一头生有双翼的小蛇, 当即沿着无缘战凯从背后窜出, 三脚舌头高高抬起, 蛇性吞吐。 一股澎湿气息从小黑身上弥散开来, 让众人为之色变。 小黑眸子中透着一丝不屑, 撇了眼不远处的两条大蛇, 仿佛不想和它们交流。 而小黑出现的一瞬间, 后蛇乌江的两条大蛇, 都恐惧得无比匍匐低下了头颅, 就仿佛普通臣民跪拜着君王。 羽翼, 这是神蛇? 是神蛇。 后蛇乌江流露出了一丝金色, 它看向无缘的神情, 已完全不同。 原先还有的一丝怀疑, 彻底烟消云散。 神蛇。 传说中, 跟随土之天污的神蛇藤蛇, 真的吗? 其他巫师脸上都露出了金色, 它们都是土屋一脉, 都是听着土之天污的传说长大的。 不会有错。 后蛇乌乌江低沉道, 它看向了无缘, 道, 后风小友, 你这藤蛇从哪里得到的? 天兽。 无缘道, 是我在修炼过程中, 不知何时小黑就出现到了我的身边, 自然而然与我神功融合, 成为了我的本命巫兽。 天兽神蛇。 后蛇乌乌江愣了下, 半想。 它才缓缓点头, 感慨道, 也对, 神蛇绝技, 荒谷大帝多少万年都未曾再出现, 冥冥中, 恐怕是天污降下藤蛇, 为我巫族带来了一位绝世妖孽。 无缘静静听着, 对于自身的秘密, 无缘根本不打算去多解释, 两个字就行了, 天赋。 觉得不合理, 那是见识少了, 没见过这样的绝世天才。 找其他理由, 一个谎言, 需要无数个谎言去源, 相反, 天赋、 天兽这种无法验证, 只要不做危害巫族之事。 无缘相信, 即使巫族高层开始有些怀疑, 最终也会放心。 后风小友, 你之前和后拳的约定可还算作数, 可愿加入我后城不落。 后蛇乌将眼眸中有一丝期待之色。 愿意, 无缘孝道, 按他和后拳他们的交流所知, 只要实力提升, 天赋显露, 自然会迅速接触到天污部落, 接触到巫族最核心秘密。 好, 你这样的天才, 不要说我后城不落, 恐怕放眼四大天污部落, 如今都没有能和你媲美的。 后蛇乌将露出笑容, 放心, 天下乌族是一家, 现在回部落, 然后就去见组长。 或许, 等组长们见过你, 天污部落的上污们都会来见你。 后蛇乌将笑道, 无缘点点头, 走吧, 这时, 其他巫师早已将普通乌人们接上了战船, 旋即战船呼啸, 迅速划过天际, 向着大地南方而去。 二品灵器战船的速度, 一天即可前进将近八千万里, 但距离后城不落驻地有近三亿里, 要耗费数日才能抵达。 中途, 路过一个火屋中等部落, 就将那上千名残余的祝福部落族人送了过去, 同时也将驻一送了去。 一个中等部落, 足以庇护它的成长。 况且, 作为火之天乌血脉拥有者, 它想要顺利成长, 必须在火屋一脉中。 只是, 明行前, 它却想要见到吴渊一面。 小助一, 你寻我。 吴渊微笑看着少女, 对这个坚强的少女, 它的印象也颇为深刻。 后风前辈, 你将来会一直在后城部落吗? 助一鼓起勇气道, 或许会前往天乌部落。 吴渊微笑道, 嗯, 我明白了。 助一点点头, 忽然恭敬行礼道, 前辈大恩, 助一不敢忘, 将来定会报答前辈。 报答? 吴渊不由一笑, 旁边的一群巫师都也不由笑了起来, 这并非嘲笑, 而是一种善意。 不必想着报答我。 吴渊道, 好好修炼, 早日成乌江, 将来多杀些先祖, 就算没辜负我的帮助。 嗯, 助一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离开了战船。 不久, 两艘战船迅速离开了这座中等火屋部落, 助一站在部落边缘, 望着天际尽头, 愣神了许久。 大爷, 你说我还能见到后风前辈吗? 助一忽然开口, 能的。 一旁的兽医老者笑道, 只要你努力修炼, 将来就还能见到。 等你成乌江, 大地浩瀚, 却也都去得。 乌江? 不, 我要成地乌, 成上乌。 助一低声道, 他的眸子中有着渴望, 他忘记不了父母生死的那一幕。 也对于帮助自己报仇的吴渊, 自然印象极深。 对于助一, 吴渊并没有太多想, 于他而言, 这仅是顺手而为的事情。 战船前行, 吴渊和后舌屋将交流着, 对方几乎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也让吴渊了解到了更多的一些情报。 许多情报, 是后拳他们都不知晓的。 后风小友, 我相信后拳他们也相信你。 所以, 这次去见组长和部落的几位元老, 你可得尽情显露实力。 后舌屋将坐在战船的甲板上, 笑道, 虽说你击杀了仙将, 但他们毕竟没亲眼所见, 吴渊不有点头。 若你潜力够大, 或许, 有机会直接进入天污殿。 后舌屋将道, 天污殿, 吴渊一愣。 嗯, 四大天污部落为何传承不绝, 一直是浩瀚大帝的四大污族圣地, 就是天污殿。 后舌屋将郑重道, 或许, 仙族的造化神殿更为神奇, 但天污殿乃是天污所留。 传说, 若谁能看破天污殿的秘密, 就有望成为天污。 只可惜, 千万年来, 没谁能看破。 后舌屋将摇头感慨道, 吴渊微微点头, 天污殿吗? 时间流逝。 转眼数日后, 站在战船上, 吴渊和后舌屋将, 后拳他们见到了大地上的那一座庞大城池, 直径过百万里的城池。 有着无数悬浮宫殿, 建筑风格显得颇为粗广, 但绝非落后, 而是整个巫族的文化风格。 这就是后城部落。 吴渊遥遥望着, 他能感知到整个城池蕴含着无比庞大的力量。 内部, 更似有众多足以威胁到自己生命的可怕存在。 后城部落。 按这几天吴渊了解的情报, 整个荒谷巫族, 除四大天污部落, 还有近千座高等部落。 大则统领十多一里大地, 小则管控上一里大地。 每个高等屋部, 至少有三位地屋坐镇, 配合部下的强大屋镇, 都是足以抵挡上仙的。 屋仙争霸至今。 吴渊岸岛, 尤其是最近万年, 先祖开始主动反击, 许多下等部落、 中等部落被攻破, 但高等部落被攻破的, 却只可数。 而后城部落, 在近千高等屋部中, 更是排名前百的, 拥有超过十位地屋。 防御, 堪称固若金汤。 战船通过城池静置, 迅速入城, 同时仰起了一面代表凯旋的旗帜, 顿时令沿途响起了阵阵欢呼声。 迎接凯旋之事, 这是荣耀啊。 吴渊望着这一幕, 沿途大量普通乌人, 都是发自内心欢呼。 吴渊心中颇为感慨, 团结、热情、 好战, 以战死为荣耀, 这样的巫族, 让吴渊隐隐明白, 为何巫族能压制这方世界的其他万族。 终于, 战船停落在了一座宽阔的广场上, 这里等候的人就更多了, 不过大多都是巫士, 后拳、 后名和其他巫士迅速走下了战船, 和众多巫士欢呼交流起来。 作为高等部落的巫军, 他们执行的, 大多是这片大地上最艰难的任务, 每次都有可能生死。 后风小友, 随我前往地巫殿吧, 后舍屋将笑呵呵道, 嗯, 吴渊点头, 两人化为流光飞向了虚空中的悬浮宫殿群, 这一幕, 自然惹得广场上的许多巫士好奇。 那是谁? 为何去的巫殿? 那里可是元老居所, 寻常巫士没法去吧。 有许多巫士好奇。 哈哈, 你们这就不知道了。 那个巫士名为后风, 原本乃是一流浪巫士, 可实力无比强大, 斩杀了一位仙将。 后拳笑道, 他性格也极好, 我们都很佩服他。 斩杀仙将? 真的假的? 后风? 旁边的众多巫士都有些不敢相信, 他们常年征战, 自然清楚仙将的实力。 还能有假? 后拳一瞪眼, 问问后鸣他们, 这是我们亲眼所见。 将来, 后风兄弟一定会成为上巫。 我觉得, 他乃是我巫族第一天才。 后拳郑重无比道。 后城部落虽庞大, 但巫士还是少数, 都属于中上层了。 自然, 非常迅速地, 有关后风的事迹, 在后城部落中传播开来。 隐匿情报。 巫族作为这片大地的霸主, 强势惯了, 即使面对仙庭, 整体仍占据着优势。 所以, 下意识中, 就没有隐匿情报的习惯。 斗屋殿。 吴渊则跟随后蛇屋江, 迅速来到了虚空中 连绵起伏的宫殿群。 作为高等部落, 地屋殿就是最核心殿羽, 像一些珍宝, 强大法门原本等等, 都是放在这些宫殿中的。 镇法核心, 同样在此。 同时, 像部落最高层的地屋们, 以及许多受重视的乌将, 年轻天才, 常年也都生活在这些宫殿中。 作为乌将, 后蛇屋将带着无冤, 一路畅通无阻, 直到来到了宫殿群中央的一座神殿外。 后蛇屋江, 你来了? 我们已得到组长的命令, 你们一旦到了, 可直接进入元老电厅, 这就是后风吧。 他能斩杀仙江? 店门口守卫的数位乌式巅峰强者, 都好奇看着无冤, 外面还不太清楚, 但他们作为帝屋的近视, 却是知晓许多秘密, 昨天就听说了无冤的名字。 在回后, 成部落的路上, 后蛇屋将就通过战船上的传讯阵法, 将消息传递给了部落高层。 走, 后风, 随我进去吧。 组长和元老都在。 后蛇屋将咧嘴笑道, 机会, 我帮你争取到了。 接下来, 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无冤轻轻点头, 机会, 搜, 搜。 两人直接进入了元老电厅, 电厅内陈设颇为简单, 却无比大气, 巍峨的神柱一根连着一根。 一眼, 无冤就见到了神殿尽头, 随意坐着的树道身影, 一个个气息都无比强大。 地屋, 六位地屋, 尤其是神殿尽头的白袍老者, 更是冥冥中带给无冤一种致命威胁感。 拜见族长, 元老。 后蛇屋将恭敬到, 后风带到, 我们一进城就立刻赶来了。 无冤同样恭敬行礼, 拜见诸位地屋, 一片寂静。 忽然, 轰隆隆一股无形的神魄波波动, 猛然自那白袍老者身上爆发出来, 如滚滚浪汤碾压而来。 神魄攻击, 无冤心中疑惑, 却觉得这股冲击并不算强, 连仙将巫将怕都撼动不了。 而无冤神魄何等强大, 又修炼了神魄防御秘术, 自然轻易就承受了下来, 连神情都没有一丝变化。 这一幕, 让坐在大殿两侧的几位第五脸上都露出一丝惊色。 哈哈哈哈, 后父, 你赌输了, 记得把你的那件宝物给我。 那白袍老者忽然大笑起来, 旋即目光落在吴渊身上, 后风, 听后蛇巫将说, 你天字极高, 有可能是我巫族必是第一天才, 今日一见, 倒是比我预想中还要优秀。 好 好 好